从一开始我爸爸也没有跟我明出 但我明显的感觉到他就不好意思张口说他儿子从建筑变成厨师了 我能感觉到他不好意思跟他身边的人说 跟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说 不好意思说 包括我的家人 就除了我爸我妈 其他的圈的人也都没有发任何声 我就知道肯定是我爸我妈 给他们说 他们感觉Richard怎么突然间变成一个厨师 本来建筑那么好 做的变成一个厨师 就有这种感觉 直到就近一年 今年开始 就我的事业慢慢起来了 就是我从一个什么在打零工的一点点做到了厨师 做到了复厨师 做到了厨师长 然后做到现在我可以直接去帮别人开店 然后最近又被学校邀请去做讲师 然后突然间一下子我家人又 我明显感觉到我家人 我不是说我家人 只能说在那个大环境里 他就是那样 厨师就是被人看不起 现在我大概起来了 我起来我家人说 你好厉害什么什么 你都可以去当老师 但是之前是不是还是因为老师那个光环 老师的光环一个 然后其次我现在我的薪水相对高了很多很多 然后我最近也是想尝试一下 我最近可能要接一个新的offer出来 然后去Chesswood开一个品牌出来 做一个品牌 然后把品牌打响起来做加盟 那你从打零工到厨师长你用了多久 从两年半三年 两年半 我就19年 对那要是今年的话 因为我中间还休息了半大半年 因为Covid 那非常快了 我也得想为什么我能达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就想刚才告诉你 是吧 这七年我没有白学的 只是可能专业的东西荒废了 但是我学的那种系统性的知识 对我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识很多厨师 他可能一辈子就 不说一辈子 就是可能他就要三年四年时间去晋升下一个阶层 但我可能相对会快一点 真的有天赋感觉 老天爷赏饭吃 这也是开玩笑 那之后我就是我自己经历那些艰辛 你们看不到的 你们真的看不到 因为那一个锅 我们要熬高仓死到 那首先那一个大锅都有多沉 再加上水 那有多重 你得自己去点亮点亮 包括我的英语 在那里面 就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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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成长 我一开始英语也不咋地的 其实我英语也很拉结 因为我很清楚 因为我是留学生 我知道留学生就是混留学生的圈子 留学生混留学生圈子 你只能说中文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机会 你去说英文 所以我刚开始进那个英语 纯英语的厨房 我也会闹到很多笑话 人家说一些专业的名词 比如说这个东西叫啥 就是一个大漏勺叫啥 我不知道 我也肯定会闹出笑话 我的师傅说 你去帮我拿着 我拿不过来 我就是拿不过来 我不知道那是啥 对吧 你有精心那种被别人也笑过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没办法表现出来 我干净的其实也经历了 但我就在学 好 然后我就去努力地去适应英语的环境 怎么让这个餐厅有 然后且能运营的很好 然后我就有学习新的知识 包括怎么联系供应商 怎么去面试别人 怎么去把我的厨房系统化 就是能像一个机械化 像一个大机器一样运转 这都是我要学的东西 所以在大家就经营一些我的自媒体 半年就接到了一个学校的邀请 我说你这是照片吧 我说我从头到尾做的都是chef 我从来没有做过教师展 因为教育行业我知道教育行业不一样了 你需要怎么 你需要教育行业是 你怎么把这个知识传输给另外一个人 这个跟纯做饭完全不一样的 我说你就是是不是骗的 我说我不是骗的 就是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教育教育 就是一个学校 然后专门负责就是做Cookery 因为这个Cookery证书比较火 为什么呢 就是你拿这个证书之后 拿到手之后 再有三年的功过经验 你可以申请PR OK 有一天是通过这个 那说你当时 然后做教课的时候 跟做厨师又有哪一样 会一样的点 或者说我压力很大的 我压力很大的 我说我接不接 他说这个 因为这个老师的这个行业 这个薪水又不一样了 跟厨师不一样 就是很高了 就相对高一点 也不是很高吧 就相对高一点 给我做厨师高一点 我说去不去 我说我啥都不会 然后我老婆说你去吧 你肯定可以 我说那你每次都说肯定可以 又不是你上 又不是都是我上 他说你没问题了 你这么能BB 这么能 很了解你 但是我说那是 很英文的一个讲 讲话环境 我英文可以 但是我没说 我可以当老师 去输出我的英文的一个东西 他说没事了 你肯定可以 那你处意很好 我处意很好 是 然后我就问我爸 我爸说 咱老言 我姓言 我老言家没有 我爸直接说 老言家没有出过 无人子弟的人 你要无人子弟 咱这个钱不挣 我说行行行 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去去 上课的第一天 真的第二 就是第一天 第一天我去上学校那个班 我下来我的咖啡店的班 我直接给我那个联系我的人 说我能不能不去了 我真的有点怂 有点窃气 就是你现在你现在随便给我丢到一个最好的什么悉尼的大餐厅里 让我去干 是我不怕了 我不怂了 因为我毕竟有经验在这儿放了 当然老师这个东西真的不一样 就感觉那种腿都软了 腿都软了 然后我感觉我的我的整个人是紧绷的紧张了 我们感觉我的身上纤塑在那么狂飙的这种感觉 哈哈哈 然后呢 我就给老师发了那个那个 说你去吧 那个那个人也很好 说你去吧 我也相信你和你看人家这么多有有有这么多经验 是不是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发现一开始他只给我七个学生 嗯 然后那个七个学生也都特别好 就是人也特别好 然后我给他们交朋友啊 跟他们聊天 先通聊天 然后一步步去传承他们的支持 包括就是我这个Cookery的课呢 是就是一天的Their 一天的那个理论支持 是两天的这个Practical Class 就是要现场去厨房做饭的 嗯 然后我在做饭的时候我就教他们许多 就是正儿八经的厨房东西 而不是我不是按照课本教的 嗯 首先我坚决不按课本教 没意思 很无聊 就是你教了之后 你教出来学生相当于没学一样 所以他们就特别喜欢我 所以我总有七个人 现在我长到 呃一开始我长了二十多个 结果我长到三十多个 嗯 长三十多个我就直接给给给给学校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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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他们事啊 真的三十多个人在厨房 你现在啥概念啊 根本就教不了 他应该是小课瘦的瘦的 就我现在相当于就是Top1的讲师 哇嗯 那你从这个开始讲课到Top1的讲师用了多久 呃去年的十月份到今年的二月份 三个月 三个月 哇那你真的是该吃这碗饭 你看 这是我学生为什么喜欢我 是因为我真的教那么东西 而不是说照着课本上那种很无聊很死办东西去教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 其次我会给他们打成一遍就是 就是我这个人性格相当于喜欢交朋友 我不把他说好 他是我的学生 他一定要尊重我是怎么什么 师生关系什么什么 或者从高一级或者低级的关系 没有的 我就认为他是我的朋友 嗯 我从心底地感觉他是我朋友 包括以后可能我们还可以可以合作 可以一起做一些餐厅什么东西 我抱着这个态度 所以我就不会什么高高在上的鄙视他们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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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之类的 不会的 这种东西啊 学生没能感觉到的 所以我感觉 在我时候你只要想来 然后自己凭你自己的本事挣钱 能力挣钱 他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中间 然后你我说实话就锅子很舒服 特别舒服 当然 我也没有说在国内做过的不舒服 但是相对压力比较少吧 没有什么内卷 比如说我下班了就是下班 我坚决不少了 我在这边我师傅下班了 我就是下班了 对你们没有加班了 没有加班 没有 加班是肯定要给钱了 加班是 加班要给钱了 加班是几倍工资 加班一定是1.5倍吧 1.5倍 1.5倍 但是周六周日本来就是 因为我拿了年薪 所以我现在不太考虑 我还想说就是 如果你是想来挣钱的 我先跟你说 就是处理这个行业挣钱的 就拿小时的 你要拿小时 周六要1.5倍 周日要1.75倍 或者2.25倍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拿了一只就是full time 是那种真的年薪的 所以就很不舒服 他让我加班的话 我就可能得加 适当的要加一点 但是如果他过分的要求我 你加个一天 加个一个半小时 或者或者一个小时 我就不愿意 就我说加班就是10分钟 给20分钟半个小时 我一半个小时我给你了 对吧 但是你让我干一个小时 算钱吧 我最近给我老板就是就直接 我说你这不行啊 我每天都完成 我每天都是啥 他说行的 我给你加个东西 就加班了 你干得聊吗 这边相对是保护 employee 的 是吧 哈哈哈 这边是相对 这边的法律相对保护员工的 我感觉国内人听到就是 你这啥 你这有探的那个啥 加一个小时 你就算了 他就不干了 10分钟就加班 7点之后加班1.5 1.75倍吧 那不是1.5倍了 OK 就晚上加班又有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如果真的想来这边挣钱 就拿小时吧 拿小时再出 我只说厨房这个行业 厨房这个行业 就拿小时比较赚钱一点 对 然后学校这个东西 学校吧 其实挺好 就算每小时就有钱 而且给的时薪相对比较高 毕竟不是一个行业 对 所以我现在挣的钱 养了货 我自己养回我家 我可以让我老婆 就是直接就在家闲着也行了 但是我老婆比我更牛逼 那都没办法 他已经混到设计总监的这个抬头上了 这比我更牛逼 从就是刚好聊聊心丑吧 嗯 差不多就是 你从最初进去 KJ汉就是一小时 KJ汉的28 嗯 如果我餐厅 我只会给到28 我也再给更多了 你就是帮助了 这边的KJ汉 鬼老了 KJ汉其实就是刷碗的 刷碗28 对 不啊 那挺高了 挺高了 嗯 最初过Covid之前20 22 1.1 涨到22 涨到25 现在我现在找KJ汉的妈 28都都不来 是吧 缺到这个地步 就缺到 刷碗28 你你除了刷碗 你得切这些东西 就OK 除了刷碗 你就你碗不可能一直有吧 就你也得干点别的杂伙嘛 就KJ汉现在就28左右 就是市场价 OK 就是缺人 紧缺 所以真的喜欢来的朋友 就可以赶紧过来 就是你算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选择 就对于大部分来讲的话 我认为不多 我只能说不多 对 就一般比如说白领 你可以跳到白领 比如可能行业不一样 对 但像我直接从白领跳到蓝领 对吧 是国内这样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怎么去看待你就你这种选择 人就这么一辈子 我现在也会 我现在刚到30岁 刚到30岁 我已经面临着有些朋友 亲戚已经要要走了 嗯 然后我感觉人这一辈子 人就这一辈子 你不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做个啥 我不是说国内不好 但我举个国内例子 好 每天朝九晚五 就是什么九九六 每天你把时间耗到那里 然后挣了钱 也就是那么多 然后也只是够了自己花 那我在澳洲 我挣钱也只是那么多 也不多 然而你我也够自己花 但我自己很快乐 我星期六星天是一定要有要有私人时间 我一定要陪伴我的家人的 在这边 我也知道 就鬼老 就我认识那些白人 他特别注重自己的家庭 如果他一旦 比如工作上情价说 我的老婆怎么了 我的老公怎么了 我的孩子怎么了 领导都会给批的 你在国内 你不可能有家庭时间吧 嗯 就你没有自己的时间 人就这一辈子 你不做啥自己喜欢的话 你你图个啥的 可能真的 第二天 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啥 你第二天可能就寄记了 就勾待了 你还不享受这一天的美好干啥呢 比如说现在我还有时间去接受你的采访 对吧 大部分人还要加班在国内 我感觉我不需要这样 我不想要这样的 我们就是 即时行了 我就是即时行了 本来我就感觉我还看不起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看不起什么即时行了 你你你你不留点什么东西 啥啥啥之类的 没有 包括现在以后我对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也会说 我的孩子我只抚养他到18岁 能跟我过一辈子的人不是我的孩子 包括现在我是个孩子 我就知道 虽然我现在你真的有想到我的父母 做我的父母 的确给我抚养了这么多年 什么之类的 花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精力 但现在儿子大了 反而不在他们身边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想 我感觉我做的挺不是人的 挺不是一个孩子该做的东西 但我就会想想 是时候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然后包括我现在一直去 甚至我可以说 就加引号是poa 我的父母 我说我的父母 我说我爸妈 你不需要再给我什么想着 把钱给我什么这留着什么 把房子给我 哥们我不需要 儿子我不需要 你们就现在把挣了钱 老一代人 挣了钱哈乐器一定省着 或者给孩子什么之类的 你现在就挣了钱 你就自己嗨 我说你还有几十个三十年 几十个十年 几个十年 可能就三个到四个十年了 你还不珍惜自己的时间 在国内该吃吃该喝该玩玩 对吧 你儿子你又不用管了 就我每天我现在每天给我 父母吃饼 我就要再 继续说 因为这个东西poa这个东西 我了解了 你要每天说的 尤其想改变老一辈的思想太难 我也不想跟他们吵架 我就每天说 说我在这边 不需要你们操鞋 你们该吃吃该喝 每天 我不怕浪费我这狗子 我也要让我爸妈享受他们 之后余生的生活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之后 我就说我的孩子 养活18岁 那我就不管 能陪我批养我一生是我的另一半 这个我认为是国内 国内没有 我关键不一样观念不一样 对 我关键也是慢慢在改变了 如果我现在我局 我我现在回国了 我真的还要叫我妈 我就是我家里 就是我父母给我钱 可能去给我钱 到过买房子 我现在房子我都可以自己买 真的 我房子我可以自己买 你想吧 我的车可以自己买 我的房子可以买 我真的不需要让我父亲 就家庭超任何的钱 这就是最本质的区别 我认为啊 我自己挣的钱 自己给我花 自己能养活自己 OK了 就是这样 我在国内能生存 我在这边能生活 错一个字 那不一样的 啊 生存就是 就是活着 我在这边是活着像个人一样 哈哈哈 还晚上 没事 所以 你要在国内一万五 你五千直接去房租没了吧 六千房租没了 对 那啥时候想买房呢 你买房总得像是家里伸手标签吧 这时候你还没小孩呢 你有小孩怎么办 你买了房他不能小了 对 然后你买了房 之后你还得考虑他得上学 你在上海上学又是个大问题 对啊 对啊 有各种问题这边这边真的生活很舒服 特别舒服